Hi everyone,我是Kennigin 欢迎收听尬聊音乐 节目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先说声 不好意思因为上个礼拜我没有发podcast 原因只是因为我太忙了 那这一次的podcast呢 它算是一个小小的企划啦 算是我上个礼拜的时候想到的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2020年终于也是迎接了最后一个月了 那我就想说在这整个年份当中呢 每一个月份都有自己的 就是华语歌坛上面都有自己的 算是代表的新的作品 所以这一次呢 我会分成两集的podcast 就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 然后我可以来一一跟大家介绍一下 从1月到12月分别有哪些歌曲或是专辑能够代表当个月份的这样子 所以它比较不算是排行榜 因为就是如果你知道是排行榜的话 你现在应该在网路上只要搜寻2020什么什么排行 就会有了啦 那我就觉得好像可以 可以不需要做到这个排行榜的地方 所以我就想要弄一个今年2020年从1月到12月 每一个月份的算是比较代表性的歌曲 或是比较代表性的专辑这样子 那不知道大家对这一年有什么样子的想法呢 我其实觉得身边有蛮多的 欸不能说蛮多 就是有一些小众的朋友 因为这次的疫情呢 公司的订单变得很多 他们自己也觉得很莫名其妙 所以就是这样子一个年份呢 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啊 那有些人会觉得好 有些人会觉得坏 那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2020年呢 在华语乐坛上面 它其实是非常精彩的 有很多歌曲一样在今年 算是马不停蹄的一直发行 那可能大家都不能出去玩 都在家里写音乐了这样 所以呢这一次的Podcast 就跟我刚刚讲的 会把它分成两集 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 主要来跟大家回顾 就是1月到12月 华语乐坛上面 比较具代表性或是话题性的歌曲 然后这些歌曲可能是 蝉联排行榜好几周冠军 或是前三前五名的歌曲 然后也有可能是一些 好久不见的歌手的新歌 然后最后呢 可能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不是今年的新歌 但是在今年也非常具影响力的歌曲 对大概就这样子 所以 还有什么常常讲的 好像没有了 好那没关系 我们就马上来聊聊 今年1月份 是什么样的歌曲占据了我们一整个1月的时间呢 其实在进入一个新的年度 1月我觉得首当其冲 是令大家最期待 也最不想面对的一个月份 因为新年兴起下马 有些人觉得说新的一年 去设立一些目标 很兴奋 他们就是五月天跟孙燕姿所合作的温柔 然后在1月1号的时候发行在2020的第一天这样子 那主要是为了纪念5月天的前三章的录音室专辑蓝色三部曲 发行了20周年 那所以在重新翻唱温柔之前呢 其实他们在2019年 他们已经发行了一二部曲啦 就是纯真跟疯狂世界的翻唱 那其实5月天真的很暖心 我自己觉得 非常温暖的带大家迎接新的一年 那除了5月天之外呢 还有一位歌手 也是非常贴心的 要送给他的歌迷朋友 很棒很棒的新年礼物 这一位就是周星哲 周星哲其实在2019年的平安夜那一天啊 他才发行了终于了解自由的 哦对 终于了解自由的豪华版 然后在没几天呢 他就开始在他的社群软体上面 PO很多他小时候的照片啊 所以大家都觉得 啊他应该是要出新单曲了吧 可能要迎接这个新的一年这样子 结果在1月的时候呢 他直接无预警的发行了 他的第5张全新专辑 小时候的我们 也就是因为这样呢 基本上整个1月的新歌排行榜啦 就是都是周星哲这张专辑的新歌 还有刚刚前面讲到 5月天跟孙燕姿所合作的温柔 我们这几首歌曲这样子 那我们同时也见识到了周星哲创作能量 是有多么的庞大 那他的哥哥周雨天呢 在今年也算是蛮活跃的 在8月跟10月的时候都有发行新单曲 那其实他们在 应该说他哥哥啦 在2015年的时候 就有出道发行他的第一张EP了 只是我觉得相较于他弟弟啊 他弟弟真的把当歌手 这件事情做得好像很轻松 大家有这么觉得吗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 就是还是很期待他们 两个人之后在 华语歌坛上面的发展 都可以非常非常的顺利 那这就是今年1月 我自己觉得比较具代表性的作品 在华语歌坛上面 第一个是5月天跟孙燕姿 重新翻唱的温柔 用温暖的声音来 让大家知道5月天 在全新的一年都会继续的陪伴大家 那第二个呢 就是周星哲的全新专辑 小时候的我们这样子 然后再来 马上进入到2月份 2月份呢 有一位歌手 也是沉寂了好一阵子 基本上这些年 他都在幕后工作 算是当一个全职的音乐工作者啦 他就是Tank 那Tank的这几年的发展呢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上网去看一下他受访的影片 主要是因为他身体健康的关系 才比较转向为幕后的工作这样 但其实他在2016年的时候 是有发行一张为他的信仰而唱的专辑 叫做起初 然后一直就是到今年的1月的时候 发行了全新的单曲 也是你的情歌 这部电影的同名主题曲 你的情歌 那其实久久不见的他啦 一出新歌真的 因为他其实1月的时候发行的 但是他 蝉联了整个2月份的 新歌排行榜的榜单 基本上前三名 要么就是他第一 要么就是第二 要么就是第一 第二 这样子一直在那边跑 那到目前为止呢 这首歌曲在YouTube的观看次数 也来到了1200万 是不是很厉害 就是久久发一次 新歌就很棒这样子 那非常非常好的成绩啦 这个1200万 而且大家老实说也是非常怀念他的歌声 我觉得有一种久久发一首讨论度很高的歌曲 这样也是蛮好的感觉 就是没有太大的压力 然后可以满足自己想要唱歌的那种欲望 其实是很开心的 所以其实也不急啦 但还是很期待Tank之后可以有更多新的作品这样 那除了Tank呢 还有一个团体也是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 就是苏打率 修团了三年终于结束了好不好 这三年的时间 那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呢 发行了全新单曲叫做Tomorrow Will Be Fine 这首歌曲呢 首次登场其实是在2月23号 清风的那个太空被忘记台北的台北厂的演唱会上 以安口曲的方式跟现场的歌迷见面 就初次见面 然后隔一天的24号正式发行 那我觉得对于苏打率的歌迷来说 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判了三年 终于是回来了 虽然清风在这三年的期间 感觉上是蛮活跃的啦 但是所有整个六位团员一起的那个能量呢 我真的觉得还是只有苏打率才能 就是完整的散发出来 而且大家如果仔细去听这首歌啊 你会发现说他们每个团员都有在这首歌曲 有自己一个小小solo的片段 他可能是单独的 或者是搭配着清风的歌声这样子 但整体来听呢 就是在宣告他们要正式回归了的那个感觉 听起来是非常爽 我真的觉得非常爽 我自己有去听高雄唱的清风的演唱会 蛮可惜没有听到这一次他们 就是这一场啦 这一场他们整个六个人回归的 但是有去听过清风演唱会的人就知道 哇他的现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那苏打率呢 其实在年中的时候还有发生一些事情啦 那我就到那个月份的时候好不好 再来跟大家好好聊聊苏打率在今年的其他的走向 那这就是二月份我自己觉得华语歌坛上面 比较具代表性的新歌 接着呢 我会不会有点太快了吧 速度放慢一点好了 因为我其实想要分两集啦 就是想要让一集大概都是在 20到30分钟左右 大家不会听着这么的疲劳轰炸的感觉 所以我把速度放慢一点好了 那再来进入到了三月份 我觉得今年三月份很明显 就是这位人兄的月份了 我不知道电视广告会不会 就是在那个时候有没有宣传他的新歌 因为我家没有电视 就是对我家没有电视 所以我没有电视的管道可以看 但是基本上呢 网路上面各大平台都能看得到他的身影 或是他宣传的上的节目啊 频道啊等等 他就是楼俊硕 他在今年三月份的时候呢 发行了全新的迷你专辑叫做Boarding 然后在四月的时候 发行了实体的专辑这样子 那专辑当中呢 有一首歌曲Colorful 其实在二月的时候就已经数位发行了 算是他的第一波主打歌啦 但是随着进入到三月 整张专辑发行过后呢 这一首歌Colorful 在各大串流平台上面 整整三月哦 就是三月整整这个月份 高居不香 一直都在前五名 要嘛第一 要嘛第二 是啦 反正就是一直都在前五名啦 整整三月 那这首歌曲呢 很可爱的 是他写给他的女朋友 焦烦烦的 我到现在都还是会跟着唱 就是那种 拜托别烦我 闯进我的生活 是非常甜的一首饶舌歌曲啦 那除了他自己的专辑之外呢 还有一首歌曲也一样 完全没有打算要离开当时的排行榜哦 就是他与Julia 吴卓源所合作的七十一分之一加一 那这首歌呢 原本叫做七十一分之一 收录在吴卓源在2019年发行的专辑5AM当中 那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呢 就邀请了楼俊硕来参与这首歌 算是续集啦 续作这样子 所以包括此曲啊 楼俊硕都有参与新的创作 最后两人在一起翻唱这首歌曲 那这首歌曲想要传 这首歌曲想要传达的是呢 两个人在相识相爱 都是万中悬一的缘分 所以原本的七十一分之一呢 主要是由女生的角度来看待爱情啊 缘分啊 这样子 那这首歌七十一分之一加一 就是加入了男生的爱情观点 让这首歌更值得大家来玩味和欣赏 算是注入了更多圆全面的元素 让这首歌更完整这样子 所以三月过去了好几周 都是楼俊硕 好老的梗哦 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三月过去了好几周 好啦如果不知道就算了 接下来呢 突然一个很尴尬 接下来呢进入到四月份 这一首歌啊 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 你可能不知道歌名啦 但是这个旋律 应该是还蛮洗脑的 因为只要你在今年整个四月啊 疫情还算是蛮严重的时候 如果你有出门逛街啊吃饭 反正只要是可以播放音乐的这种公共场所 基本上都可以听到这首歌曲 因为我就是在四月份只要出去 我就一定会听到这首歌 真的是听到快烂掉 那这首歌呢就是从抖音上面红起来的梦然的少年 听上好像没有什么印象 那我大概还是唱一下好不好 我开始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有印象了吧对不对 非常非常洗脑的歌曲 而且我大概看了一下资料啊 它在网路上的总播放次数 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十亿了 十亿是什么天文数字啊 很厉害耶 就是很夸张的一个数字啦 就是播放次数 然后梦然呢 他其实是一位中国的歌手 他曾经参加过快乐女生 还有最美和声这种选秀型的音乐节目 那也发行过一张专辑 那直至现在呢 最红的歌曲应该就是这一首少年了 所以我是印象中我的四月份 都是少年在跟我疯狂的洗脑 因为我不管是打开手机电脑 或者是看YouTube 还是走到哪里 就连我爸爸妈妈的他们的客人来啊 都能听到这一首少年 所以四月份整个是被少年占据了 那除了少年这首歌曲之外呢 有一张专辑 在今年四月也是引起不少的讨论哦 很多人说了 终于盼到他发专辑的这天了 而且我自己也是手到购买了他的专辑 然后到现在 因为要录这一集Podcast的关系 我才舍得把包装给拆开 这位歌手呢 就是维里安 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发行了 他的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也是一张全创作的专辑 叫做Sounds of My Life 那这一张专辑呢 总共有17首的歌曲 用他生活当中的声音元素 来制作一张声音相簿的专辑 所以他的整个专辑的包装 就像一个相框一样 只是中间放的呢 不是一张照片而已哦 是一本相簿的感觉 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17首歌曲里面啊 扣掉三首Interlude 还有一首最特别 也最有意义的Credit之外呢 剩下的13首歌曲 全部都有拍MV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的去 欣赏一下这13首歌曲的MV 然后维里安会这么久 才发新专辑 可能啦 部分原因也是因为 跟钱东家合约的关系 但还是很开心 他可以继续发行他的新作品 然后这张专辑 主要是献给他的外婆的 我自己觉得这张专辑 在明年的金曲奖 一定会非常精彩 因为它是一张 很贴近生活 但是又唱得很深刻的 一张专辑 有深度又有情感 就是算是维里安 带着我们去窥探 去欣赏 甚至去感受 他的人生的一张专辑啦 所以很私密 就是一张很 很私密的音乐作品 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那而且维里安 因为这张专辑啊 他算是跑遍了各大网路平台 就是他疯狂的在今年 跟所有 就是你们大概能想得到 比较 比较红的YouTuber 到处fit 然后甚至在KKBOX 也有开了一场沉浸式的 那种音乐会 演唱会 所以今年4月份呢 我自己觉得 华语歌团上面 讨论度比较高的 是这两位歌手的作品 来自 梦然的少年 跟维里安的新专辑 Sounds of My Life 然后到了 5月份了 来 5月份 5月份呢 有两位歌手 发行了一首全新的 翻唱经典情歌 来自梁静炉 跟爱怡良的 飘扬过海来看你 那这首歌曲呢 发行于 台湾同婚专法 鉴满一周年的前夕 所以主要的目的呢 是在唱造 很多的同性恋人们 他们的恋情是跨国的 这样子 那可能是台湾日本啊 台湾美国 台湾韩国等等之类的 反正就是台湾跟 外国人的同性伴侣 那这些同性恋人呢 目前为止 在台湾一样是 无法结婚的 因为法律尚未通过的关系 所以这首歌就是在 声援跨国同婚啦 然后邀请了这两位 实力派的情歌天后 带大家来感受一下 跨国的同性伴侣们呢 每一次见面 即是倒数离别的这种 心酸时刻 然后这首歌的MV 也是非常的 赚人热泪 观看次数到现在 也是超过了500万了啦 是非常非常感人的MV 那也是由真人真事所改编 然后拍摄而成的 所以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 飘洋过海来看你之外 5月份还有一位忍凶 发行了一首新单曲 然后他就一路从 5月6月7月 都是他的新歌 这首歌曲呢 来自兽子的Change 他其实在4月30号就发行了 就是4月份的最后一天 所以从5月的第一周开始呢 一直到7月 兽子就不曾离开过各大平台的排行榜 因为他7月份才发行他新专辑 所以兽子5月份出了第一波主打Change 其实就是在预告他之后的新专辑 即将要问世了 那这一次呢 是继小春之后 顽童的单飞不解散计划 第二位发行新专辑的歌手 也就是兽子 那只是没有想到 他会从5月开始啦 真正三个月让大家 饶舌听得过 那他的新专辑呢 在下个星期的Podcast 我再来跟大家 好好的聊一下 那主要的这两首歌曲呢 就是今年5月份 华语乐坛上面 我觉得讨论度比较高的 两首新歌 第一个是 飘洋过海来看你 然后第二个就是 兽子的Change 再来呢 进入到了 今天这一集Podcast 其实好像可以录完耶 啊算了算了 我还是把下面的 因为其实我还有想要介绍 不只是新歌 就是我刚刚提到的 就是有一些歌曲 它不是今年发行 但是它在今年 特别特别红 然后还有几位歌手 可能算是新人 也可能算是大家 比较没有听过的 我会很想要跟大家 介绍一下 这我自己有统整出来 有几位歌手 我非常非常喜欢 他们的作品 我也一并放在 下个星期的Podcast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我们接着就马上 进入到今天这一集Podcast 我要介绍到的最后一个月份 就是今年的六月份呢 也是有两位歌手 是让大家又惊又喜地 发行了他们的新作品 第一位歌手呢 来自周杰伦的 Mojito 周杰伦呢 其实在去年12月的时候 有发行了一首电影主题曲 叫做 我是如此相信 然后就一直销声匿迹 到今年的六月 发行了这首全新单曲 Mojito Mojito其实是一种 传统的古巴鸡尾酒啦 所以整首的歌曲的曲风呢 都充满了古巴的风情 那听了会让人想要跟着一起 有了耶有了耶 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手握一杯Mojito 嘴里也唱着Mojito 很轻快的歌曲 但是我听到最怀念的东西是呢 就是中间那个 不看歌词 就听不懂周杰伦 在唱什么的饶舌 终于回来了好不好 他的招牌 那他自己也有说啦 Mojito之后呢 近期不会再有新的单曲问世 接下来大家可以期待的 就是他的全新专辑 其实他的上一张专辑 也好一阵子以前了 是2016年发行的 周杰伦的床编故事 所以如果他是最快 明年发行新专辑的话呢 就是睽違五年 再度发集的周杰伦 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啊 那除了周杰伦呢 还有一位歌手 也在六月的时候 发行了全新单曲 就是来自田富珍 Hippie的杰克 杰克这首歌呢 其实是他新专辑的 第二波主打歌曲啦 那第一波主打歌曲呢 是在一月份的时候 就发行的旋日 那相隔将近半年的时间 才推出这首新歌 我觉得也算是让歌迷朋友们 蛮开心的 就是年初 年中 年末 都有Hippie的陪伴 会说到年末 是因为他的全新专辑 无人知晓 是在九月底的时候 才正式发行 其实 仔细算一算 Hippie自己发行 个人专辑到现在也 哇 也十年了 就是 他的第一张专辑 是To Hippie嘛 是在2010年 九月的时候发行的 所以十年过后 他的 第五张全新专辑 就是也是这样子 默默的发行了五张专辑了 就是 先预告大家了啦 在六月份的时候 那 呃 因为九月他发嘛 所以 大家也会说就是 我下个礼拜可能会有 你们已经会知道 我想要介绍的 哪些专辑 或是哪些歌曲 会在我的 呃 这几个月份 就是下个礼拜的 几个月份当中 所以在下一集的Podcast呢 会在 跟大家继续在聊 从今年的七月 到十二月 华语乐坛上面 讨论度比较大的新歌 有哪些 那大家也可以来 猜猜看 我还没有 就是讲到的 歌曲会有谁 这样子 那或是你觉得 有哪些歌曲 是应该要被介绍 进来的 欢迎大家 开放讨论啊 那今天这一集的 就是一到六月份的Podcast 就先到这边 就跟大家统整一下吧 今年的一月份呢 稍稍地跟大家来讲一下 我介绍到的 或是我自己觉得啦 从今年的一月 是周星哲的 小时候的我们 还有五月天 孙燕姿的温柔 到了二月 是Tank的 你的情歌 还有苏打绿的 Tomorrow will be fine 在三月份的时候呢 是楼君说的Colorful 就是Boarding那张专辑 然后还有他跟 吴卓元所合唱的 七十一分之一加一 那到四月的时候呢 像是梦然的少年 还有维里安的 Sounds of My Life专辑 到五月份的时候呢 就是寿子的Change新歌 跟爱姨梁梁静如所合作的 飘洋过海来看你 那到六月的时候呢 就是周杰伦的Mojito 还有Hibi甜夫针 Jek 所以下个星期呢 就是从七月到十二月 这样子 所以这个年份快要过完了 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握 接下来的时间 然后算是更充实自己 去迎接全新的一年 我相信2021年 对大家来讲 算是蛮重要的一年 虽然他还没有来 但是很多人都是抱持一个 全新的开始 或是一个崭新的生活 来迎接这个2021年 毕竟2020年真的太 太多船了 只是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会让大家比较更期待 下一个年份的到来啦 那我们就下星期再见咯 啊 再跟大家预告一下 今年的Podcast呢 看一下时间咯 我下个月会是做 七月到十二月嘛 那二十五号圣诞节的时候 我会发布一个算是 统整一下2020年 整个华语乐坛的现况的 一个特辑啦 就跟大家来聊一下 整个华语乐坛在2020年 有什么样子的改变 或是有什么样子的新发现 然后跟以往的华语乐坛 有什么样不一样 就应该说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跟大家来浅谈一下 虽然是我自己还蛮 蛮喜欢这个议题的 就是没有 没有介绍到新的歌曲 但是我想要 来帮大家统整一下 整个2020年的 华语歌坛上面 发生了什么事情 或是做了哪一些 样的转折改变 跟未来的走向 可能会走到哪里 算是我自己对 整个华语歌坛 一个小小的见解 然后也欢迎大家来讨论 欢迎大家来跟我 算是分享一下 你们自己对于 整个华语歌曲 或是华语乐坛的看法 安捏 好吧 所以我们就 下星期再见咯 拜拜